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晶片制造商,但自纪念以来,由于业务迅速恶化,它已成为收购猜测的目标。 该公司8月发表了灾难性的盈利报告,导致其股价出现了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下跌,并正在裁员1.5万人以节省资金。 它还缩减了工厂扩张计划,并停止了股息发放。 作为其扭转局面的努力的一部分,英特尔正在将晶片产品部门与其制造业务分开。 此举旨旨在吸引外部客户和投资者,但也为公司分拆奠定了基础。 据一位直接了解此事的人士透露,ARM安谋科技曾接触英特尔,探讨可能收购这家陷入困境的晶片制造商的产品部门,但被告知该业务不出售。 知情人士称,在这次高层级的询问中,ARM并未表达对英特尔制造业务的兴趣。 英特尔有两个主要部门,一个产品部门,负责销售个人电脑、伺服器和网络装置的晶片,另一个部门负责营运其制造工厂。 安谋和英特尔的代表均拒绝置评。 ARM大部分股份由软银拥有,其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智慧手机晶片设计。 但执行长Renee House一直在寻求扩大其在该行业之外的影响力。 与英特尔合并将有助于ARM扩大其影响力,并走向销售更多自家产品的方向。 ARM公司的收入只是英特尔的一小部分,但其估值自去年首次公开募股以来飙升,目前市值超过1560亿美元。 相比之下,英特尔今年的市值已损失超过一半,9月的市值为1023亿美元。 几十年来,英特尔一直是美国半导体实力的象征。 然而,今天的英特尔已不再是十年前的公司了。 这家公司不再在制程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,并且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可行竞争对手。 财富杂志撞稿人Jeff Cowen近日发文指出, 如今,英特尔正在实施一项高风险的多年战略,已夺回其领导地位, 其全球影响将技术、国家安全和地缘交织在一起。 然而,尽管英特尔举步维艰,美国仍然是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。 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WSTS和SIA估算,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从2001年的1390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5269亿美元。 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营收大幅成长, 从2001年的711亿美元成长到2023年的2646亿美元。 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,占7%至15%的市场份额, 预计这种分布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稳定。 美国大型公司, 如英特尔2023财年收入542.2亿美元, 会达2024财年收入609亿美元, 高通2023财年收入358.2亿美元, 控制着美国晶片收入的最大份额57%, 因此它们的繁荣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。 尽管英特尔失去了电脑处理器和人工智慧晶片市场, 但其他美国公司能够顶上。 2023年, 美国晶片出口额达527亿美元, 成为继成品油、原油、飞机、天然气和汽车之后的第六大出口类别。 英特尔历来主导处理器和个人电脑市场, 并最终在伺服器领域取得了进展。 按传量计算, 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客户端电脑和伺服器CPU制造商。 然而, 英特尔错过了关键的市场转变, 尤其是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期的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处理器, 以及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期的人工智慧处理器。 这使得辉达、联发科和高通等竞争对手得以崛起。 如今, 辉达和高通的市值高于英特尔。 此外, 英特尔在制程技术的领先地位被台积电夺走, 台积电的市值更高, 为AMD、苹果、辉达和高通等公司供货。 随着去年年初升城市AI市场的爆发, 推动了AI晶片市场需求的持续火爆。 AI晶片大厂辉达的股价在短短一年内几乎增长了三倍, 尽管其股价近期有所调整, 但是截至10月初, 其市值再度回到了3兆美元。 在此背景之下,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Johnson & Wine的身价及个人净资产达到1090亿美元。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辉达速迪英特尔公司目前约966亿美元的市值。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。 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, 黄仁勋直接持有超过7500万股辉达的股票, 并通过各种信托和合作伙伴关系持有7.86亿股辉达股票。 尽管他今年通过出售600万股股票套现了超过7亿美元, 但与他仍持有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辉达股票。 这使得黄仁勋在福布斯的1010亿万富豪榜单中月居第11位, 距离进入前10名还差不到200亿美元。 相比之下,英特尔由于8月爆发财务危机, 导致股价暴跌, 10月上旬股价仅22.59美元, 市值仅不到966亿美元, 不到2023年底历史高点的一半, 仅有其历史高点62.29美元的三分之一。 如果说, 辉达充分利用了人工智慧的热潮,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市值增长了近三倍,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, 随着每家主流科技公司都开始涉足建立自己的人工智慧运算组合, 辉达的产品在这一年里受到了热捧, 尤其是Hopper这一代产品, 他对辉达今天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现在, 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迅的净资产已经超过了英特尔公司的总和, 这显然表明了辉达在过去几个月中取得的进步。 仅从纸面上看, 根据英特尔的估值, 黄仁迅本人就可以收购英特尔, 这也让人们看到英特尔和辉达之间的竞争已经变得多么不成比例。 当然, 这只是一个玩笑, 英特尔虽然目前的市值较低, 但是, 其实际的价值是远高于其目前的市值的。 不过, 除了辉达的巨大发展之外, 导致黄仁迅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另一个因素, 是英特尔及其晶片业务的出人意料的衰落。 现在, 每个人都知道, 英特尔在过去几个季度中不断下滑的业务收入及其采取的策略。 英特尔的估值在一天之内就下降了300多亿美元, 该公司目前正在经历50年来最糟糕的财务时期。 英特尔的衰落与许多因素有关, 但缺乏商业机会是主要原因。 其次是, 该公司未能有效执行与代工和晶片部门有关的雄心壮志。 当前的市场动态清楚地告诉人们, 如果企业跟不上潮流, 就会分崩离析。 而英特尔在人工智慧狂潮中的果足不前, 无疑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 至于黄仁勋依然正满怀信心地乘着人工智慧的浪潮前进, 尤其是人们对挥达的Blackwell架构充满期待之时。 总体来看, 英特尔未来目前尚不确定, 尤其要长期保证能持续营运, 必须取决于英特尔技术能持续成功创新, 加上美国政府和更广泛的地缘格局的支援。 这或多或少也将成为美国政府下一个面临的难题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